听着凤九骂哲言 苍仪心里难受 觉得自己连累了想要劝架的哲言上神 看着凤九 苍仪道 女君 不关哲言上神的事 凤九原意是骂哲言 警告一旁的苍仪 没想到苍仪居然没有自我警醒 反省自己的错误 反倒却为哲言开脱 本来骂了哲言几句之后 凤九已经慢慢平息 却因苍仪的这句话 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燃了起来 凤九扭头看着苍仪 冷笑两声 问道 哦 如果不关哲言上神的事 莫非是苍仪神经 请求哲言上神同苍仪神经 一起欺负文昌的 苍仪没有想到 自己一句话 竟然让凤九联想到这里 苍仪心中哀伤 自己同文昌打斗 完全是为了凤九 但她却不分清红皂白就骂自己 连一旁劝架的哲言上神也不放过 但见凤九是苍仪最想要呵护的对象 她不想她不开心 更不愿意她为此而动怒 不禁陪笑解释 女君 你误会了 眼看苍仪一脸窘迫神色 似乎就如自己所想的那样 凤九更加生气 瞪着苍仪 凤九道 误会 听苍仪神经这话 莫非真的是文昌冒犯了苍仪神经 但文昌同苍仪神经初次见面 无怨无仇 她为何要冒犯苍仪神经呢 就算真的是文昌冒犯了苍仪神经 文昌她才三万岁 苍仪神经也不至于要和她直见相像 从前看着凤九为自己出头 文昌都觉得开心 但今日看着凤九将苍仪对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文昌除了开心之外 心里还有几分甜蜜 凤九的话 如同一块巨石 掉入苍仪平静的心壶 久久无法平复 苍仪不经心想 自己同文昌 确实如凤九所言 萍水相逢 毫无关系 自己怎么这样对待文昌 看着凤九那张脸 苍仪忽然明白了 自己这样对待文昌 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自己爱凤九 苍仪只倒是因为自己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爱着凤九 生怕她会吃亏 见文昌逼迫凤九 自己才这样生气 想要教训文昌 见苍仪不说话 凤九看了一旁的文昌 又继续说道 文昌虽然是原籍在崎岖山 但她在青丘居住了五千年 她已经是我青丘的子林 如果文昌她有什么做的不地道之处 苍仪神经可以跟我说 我去约束她便好 为何要同她打起来 耳边传来了凤九的话 苍仪心中更难受 她听得出凤九这是在维护文昌 从她的这句话 苍仪知道 不管文昌犯了什么错 凤九都不允许别人教训文昌 唯一能教导文昌的人 就只有凤九她自己 但凤九同文昌究竟是什么关系 方才文昌不肯说 如今凤九又这样说 文昌听着凤九的这句话 虽然名念上说自己归属青丘馆 实际上凤九是跟苍鱼说 她会照着自己 文昌知道凤九一直都想要护着自己 但这番话若是从前听到 文昌敢肯定自己必定会不喜欢 因为习惯了自由自在不受约束 但如今听到 文昌心里却十分开心 因为她觉得受凤九的约束 受她保护感觉太美妙了 这种愉悦中带着甜蜜的感觉 是文昌之前所没有感受到的 听着凤九的话 哲言和白真相视一眼 看着文昌一脸喜色 两人明白今晚之后 文昌虽然没有想起什么 但她对凤九的情谊肯定会加深不少 可见凤九对文昌一番苦心 终归是没有错付 当看到一旁的落寞不语的苍鱼时 哲言不惊心中惋惜 三万五千年前 苍鱼已经因为凤九而情伤 如今再次为凤九而伤情 从前苍鱼伤情没有被凤九埋怨 今夜苍鱼为凤九考虑 好意不被认可 反倒被责怪 这叫苍鱼情何以堪 哲言虽然知道苍鱼心中欲解难输 但感情这种事 讲求的是你情我愿 凤九对苍鱼无益 就算苍鱼对凤九如何深情 那又如何 这种感受 哲言深有体会 也只能靠苍鱼慢慢看破了 凤九一口气将自己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见哲言和苍鱼都不说话了 才扭头看着文昌 关切地问 文昌 你怎么样了 话比 凤九上下打量着文昌 查看他有没有受伤 看着凤九停了下来 苍鱼正想要解释 却发现凤九焦急地转身看着文昌 一脸疼惜 听着凤九询问文昌的话语 柔声细气 似乎怕吓着了文昌一样 苍鱼心里更加难受 文昌虽然只是三万岁 但早已不是孩子 苍鱼不明白 为何凤九会这样对文昌 文昌他是如何做到 为何他能让凤九这样着迷地信任他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东华帝君吗 但文昌明明那样逼迫凤九啊 看着凤九那心疼的眼神 文昌心中甜蜜 正要告诉凤九自己没事 让他放宽心 但感受到来自苍鱼的一样目光 文昌不由得心生遗迹 再次打击打击苍鱼 看着凤九 文昌正要说 却听到了凤九惊呼一声 道 文昌 你手臂受伤了 见文昌受伤了 凤九刚刚熄灭的火 又冒了起来 绝言听到凤九的惊呼 不由得皱了皱眉 知道他肯定又要责骂自己同苍鱼了 想起当年是因为自己做眉 前线让苍鱼同凤九成婚 虽然最终没有成好事 但苍鱼为此耽搁了几万年 哲言心里过意不去 见凤九扭头想要责骂苍鱼 便笑着跟凤九解释道 比是吗 刀剑无眼 苍鱼也受伤了 你没有发现他肩膀上的伤吗 说着 哲言指了指苍鱼肩膀上的伤 凤九本想骂苍鱼几句 为文昌出出气 但见苍鱼确实受伤 而且伤得比文昌要重 而且他脸上神情落寞 料想他被自己骂了那么多 也不敢说话 估计知道错了 就不追究了 但凤九的气无处消 便看着哲言 想要开骂 且听到哲言笑道 小九是怪我没有为文昌疗伤吗 我这就给他疗伤 话比 哲言挥手想要为文昌疗伤 见凤九因为自己的伤 而又要再骂哲言和苍仪 文昌心里痛快 见哲言想要替自己赎罪 文昌摇了摇头 将手臂藏在了凤九身后 道 哲言上神的美意 文昌心灵 听得出文昌对哲言心怀怨恨 凤九猜想文昌 方才的际遇必定很凄凉 所以文昌才这样不待见哲言 否则他怎么这般戒怀 甚至不愿意接受哲言的医治呢 但文昌受伤了 凤九怎么可能让他因赌气 而不接受治疗呢 看着文昌 凤九笑着哄他道 文昌 你手臂上的伤不治疗怎么行啊 你看 都流了那么多的血 肯定很疼吧 听着凤九的话 文昌听出了他心疼 更听出他想要自己接受哲言的治疗 看了一脸无奈的哲言一眼 还有他身旁的苍蝇惨淡的脸色 文昌故意摇了摇头 道 谢女精的好意 只是这小伤 文昌不想劳烦哲言上神 文昌连自己的话也不听了 凤九扭头看了一旁的哲言一眼 想起哲言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小叔 便看着一旁的白珍 问 小叔 我们清秋最注重的就是治疗图报 对不对 听凤九对文昌如同小孩一般 白珍以为他的怒气已经消了 也没想到他忽然问自己话 便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道 是的 我们清秋讲求的是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见小叔也认同自己的观点后 凤九转身看着一旁的哲言 道 文昌是我的救命恩人 当年入无他舍命相救 我早就一命呜呼了 哲言上神竟然还敢如此待他 话必 凤九看着一旁的白珍 撒娇道 小叔 你看哲言上神他怎么对盖我的救命恩人文昌的 我身为清秋女君 却无法做好表率 不能照顾好自己的救命恩人 你叫我怎么能让清秋的子民幸福于我啊 话必 凤九长长地叹息一声 垂下眼眸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看着就让人心疼 明知道凤九这是装出来的 但看着他向白珍撒娇 文昌心里还是十分欢喜他撒娇的模样 问但文昌回想过往五千年 凤九极少向自己撒娇 反倒经常把自己当孩子哄 文昌不经想 如果凤九向自己撒娇 那会怎么样呢 白珍向来都疼惜凤九 尤其是凤九年纪小小就经历了夫君语化 独自带大滚滚 虽然滚滚很听话 不用凤九如何操心 甚至说是滚滚照顾凤九 但作为凤九的长辈 白珍还是很心疼凤九的际遇 白珍最看不得凤九难过的样子 想起自己方才还想要看文昌和苍翼笔剑 心里的愧疚感更加强 哲言听到凤九问白珍关于知恩图报之事 就知道凤九又想变着法让自己难堪 但见白珍心疼凤九 但又不想和自己吵 十分难为 哲言又不忍心 看着凤九 哲言道 小九 这是个跟你小叔又无甚关系 是我不好 没有看好你的文昌 你就别为难你小叔了 逼得哲言赔不使 文昌心里更加痛快 但见白珍关切地看着哲言 似乎在为他鸣不平 考虑到如果由白珍将这件事说出来 对自己不利 还不如自己说出来 让凤九感觉到自己的明白事理 想到这里 看着凤九 文昌道 女君 文昌无妨 女君切勿为文昌伤了同哲言上神的和气 话比 文昌看了哲言一眼 继续说 其实哲言上神他确实只是好意 想要劝阻文昌同苍衣神君不要打架 听到哲言陪不使 凤九心中开心 心想 这一下 文昌应该放宽心了吧 正要跟文昌说 哲言态度这样好 应该原谅他 但凤九的话还没说出口 却听到文昌维护哲言 不由的一愣 想起方才哲言的欲言又止 料想他也不可能当着自己小叔的面欺负文昌 凤九看着哲言 尴尬地道 方才我看到哲言上神向文昌发出急掌 还以为上神欺负文昌 原来哲言上神是劝架 而不是欺负文昌 看来是我错怪上神了 看了白真一眼 哲言故作生气地哼了一声 道 你现在知道冤枉我了 方才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你偏不听 见哲言脸色还不好 凤九又冲他笑了笑 撒娇道 哲言上神我错了 哲言上神大人有大量 莫要同我知晓被计较那么多了 说着 凤九又看着白真 道 小叔 你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吧 白真看了哲言一眼后 看着凤九 道 哲言上神最喜欢吃你做的美食 你就给他做一顿美食 兴许他就原谅你了 凤九点了点头 道 要不然这样 明日小叔 哲言上神来清秋 我设言算是赔罪 如何 看了苍蝇一眼 哲言道 好呀 但如今魔族失虐 我同你小叔未必能再此久留 而且小九除了冤枉我之外 还冤枉了苍蝇神君 凤九此时已经清醒了不少 想起方才自己没有弄明白事情 就数落了哲言和苍蝇 如今确定是错怪了哲言 哲言这样说 莫非自己真的错怪了苍蝇 见苍蝇还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 凤九问道 苍蝇神君为何要同文昌打架呢 说着 凤九又看着一旁的文昌 问 莫不是文昌却是做了什么不妥知事 文昌看了苍蝇一眼 冷康一声 道 文昌只是想带女君回青秋罢了 有何不妥 见凤九似乎消气了 苍蝇也解释道 苍蝇担心路上过于颠簸 女君受不住 而且 苍蝇也怕文昌带女君回青秋时 路上会有什么闪失 所以才不同意文昌带女君回去 看着文昌和苍蝇 凤九一脸茫然地问 你们就为这打了起来 看着苍蝇 文昌冷笑一声道 若非苍蝇神君阻挠 文昌早就带女君安全回到青秋了 何来颠簸 闪失之说 看着文昌 苍蝇不解地问 苍蝇不明白 为何文昌急于带女君回去 等女君休息片刻回去 又怎么了 简苍蝇和文昌又想要吵起来 哲言连忙劝道 如今小九已经醒了 两位就莫要为此事争论下去了 听文昌和苍蝇你一言 我一语争辩 凤九也大致明白了什么回事 正要说些什么 却听到文昌说 女君 天色不早 我看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 直到文昌急于离去 凤九一边冲文昌点了点头 一边扭头看着苍蝇道 苍蝇神君 方才凤九言语多有冒犯 还请苍蝇神经海寒 苍蝇淡然一笑 道 无妨 女君方才久醒 苍蝇理解 凤九终感激苍蝇对自己的包容 不禁奄然一笑 道 谢谢苍蝇神经大人大量 看着凤九那如花的笑叶 苍蝇心底的所有阴霾都烟消云散 不禁笑着回应道 女君不必客气 见凤九还在和苍蝇有说有笑 文昌心中不悦 再次提醒道 滚滚不在清秋 女君 我们还是早些回 免得有魔族来犯 听得出文昌的不耐烦 凤九便跟哲言和白真拜别离去 回去的路上 凤九一直在回想今日所发生之事 总觉得文昌怪怪的 早上明明那么冷漠 后来又去桃林找自己 还因为要带自己回桃林 而同苍蝇大打出手 侧头看着身旁的文昌 凤九不惊想 真的搞不懂他究竟是怎么了 虽然不知道文昌在想什么 但凤九惦记他手臂受伤 回到狐狸洞后 找来了木芙蓉花糕 给文昌的伤口上样 凤九用清水将文昌 手臂上的伤口清洗一遍后 又用手指的指腹 沾染了一些木芙蓉花糕 轻轻地按揉伤口 好让伤口更好地 吸收木芙蓉花糕 看着凤九小心翼翼地 用绷带给自己包扎伤口 文昌最喜欢看他专注的神情 更加觉得自己方才不同意 让哲言疗伤是正确的 记紧了绷带后 凤九才发现了文昌 一直看着自己 凤九一边收拾着药膏 和绷带等物件 一边不解的问 怎么一直看着我 文昌摇了摇头 不解的问 文昌只是不明白 女军为何带文昌这样好 文言 凤九不禁忘了喽 正要回答 却听到文昌问 莫非女军是见文昌 长得像东华帝君 所以带文昌这般 想起今日早上 同文昌闹得不愉快 凤九不想再经历 那种忐忑不安了 连忙摇了摇头 道 没有 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看得出凤九很紧张 文昌故意笑了笑 缓和一下气氛 又问 如果不是这样 那是因为什么 文昌那双深邃的眼眸 似乎隐藏着凤九所无法看清的情愫 害怕再次经历早上之事 凤九甘笑两声 唐色道 文昌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对你好 理所应当啊 见凤九眼神闪烁 想起他醉酒时说的话 文昌笑道 看来 女军还是很清楚我是文昌 而不是东华帝君 听得出文昌这话又像在试探自己 凤九连忙摇头笑道 我当然知道你是文昌啊 文昌点了点头 道 既然女军能分得清我是文昌 而不是东华帝君 那便好 凤九离开后 文昌独自在房内思索许久 回想凤九方才的话 文昌不担心凤九把自己当东华帝君 且他对自己的好 确实是处于真心 文昌知道凤九一直都不缺乏追求者 但他也没曾回应任何一个追求他的神君 他对自己的特别 或许就如同他所说的 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文昌觉得 与其让凤九痛苦地忘了东华帝君 还不如想办法走到凤九的心里 逐渐取代了东华帝君在凤九心里的位置 但如何才能走入凤九的心里 这成为困扰文昌心中的大事 凤九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明白文昌是怎么了 那日早上文昌明明对自己那么冷漠 但后来又出现在桃林 之后孩童苍蝇因为自己而大打出手 最让凤九想不明白的是 从前自己让他换自己小白 他不同意 但前两日又忽然换自己小白 成豫来到狐狸洞时 看见凤九正在醋眉沉思 走到凤九跟前 成豫将手里的折扇一收 笑着问 凤九 你在想什么 听到成豫的声音后 凤九才回过神来 开心地道 成豫 你怎么来了 快坐 说着 凤九给成豫倒了一杯茶 道 来 快喝口茶 成豫接过凤九的手中的茶 喝了一口 道 前两日 连宋从前线回来 跟我说 他在墨渊上神那看到滚滚了 凤九点了点头 道 是啊 滚滚几日前刚刚去了墨渊上神的军营 成豫笑道 连宋说 墨渊上神一直夸滚滚很有军事才能 听到墨渊上神这样夸赞滚滚 凤九心里十分欣慰 不禁笑道 滚滚年纪不大 还需要依仗墨渊上神多指点 成豫放下茶杯 胡一地道 其就其在 墨渊上神也说滚滚提出不少的建议都是他未曾同滚滚讲述的 凤九不熟悉军法 不禁胡一地回应道 见凤九一脸迷茫 成豫问 难道你这位做娘亲的 也不知道女儿子这么了不起 凤九摇了摇头 难难地道 我自己的事都搞不明白呢 滚滚那么大了 我确实没怎么管他 听出有些蹊跷 成豫好奇地问 你自己什么是不明白 凤九左右看了看 见没人在 颠凑到成豫耳边将这几日困扰他的事说了出来 听完凤九叙述后 成豫笑道 我觉得 文昌应该是对你动了心思了 虽然凤九也很希望如此 但想起文昌那日那样冷淡地对待自己 不可能喜欢自己啊 文昌后来出现在桃林 有可能是因为把自己弄哭了 带着愧疚的心思去寻自己罢了 而文昌要在自己回湖力动 如他所解释的那样 他只是受了滚滚锁托罢了 文昌之所以同仓仪打起来 那是因为文昌他本就喜欢打斗 在过去的五千年 凤九发现文昌每次跟别人打斗 自身的修为和剑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昌才特别热衷于和别人鄙视打斗 听了凤九的解释后 成豫又问 莫非他想起了什么 凤九摇了摇头 否定道不可能 成豫不解的问 为什么你这样肯定 想起那晚文昌说的话 凤九解释道 那日他还说自己是文昌而不是东华呢 他怎么可能想起从前的事 如果他想起了 怎么可能还骗我呢 成豫提醒道 难道凤九你忘了 帝君最喜欢捉弄人吗 听着成豫的分析 凤九又惊又喜 不禁开心地问 难道他真的想起了一些 但没有想全 所以才暂时不告诉我 成豫建议道 你试探试探 就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想起什么 想起那日同文昌闹不愉快 主要是因为自己试探文昌 问他是不是想起从前 凤九认怂 道 不行 那日就是因为问他是不是想起从前的事 他才冷漠跟我说 前尘如梦 劝我莫要执着于往事 成豫摇了摇头 恨铁不承当地道 你那样直接问他 肯定不行啊 凤九愣了愣 反问道 不是这样 那要怎么试探啊 成豫从怀里取出一个布袋 道 这几个果子 给你拿去用 凤九打开布袋 发现里面有几个果子 看上去透着紫黑色 像似熟透了 让人看着就有种垂涎的感觉 凤九取出一个果子 狐疑地问 这是什么 给我吃的吗 说着 凤九擦了擦那果子 见凤九想要吃那果子 成豫连忙拦着他 道 这果子不是给你吃的 说着 成豫夺夺过凤九手里的果子 放回布袋 凤九不解地问 为什么 成豫凑到凤九耳畔 道 这个果子名叫失魂果 吃了它 可以让人迷失自己 将隐藏在他心底的所有秘密都说出来 说着 成豫又嘲凤九使了一个颜色 凤九惊喜地问 那不正好给说着 凤九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其他人 又说 正好给我用了 成豫点了点头 道 你拿这个给他服下 必定能试探出它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还是它对你动了心思 看着袋子里的果子 凤九又问 吃这个果子 会不会对身子有影响啊 我可不希望它身子受损 成豫叹息道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如果会对身体有损 我肯定不会给你用啊 凤九点了点头 又问 要全吃完吗 他修为不低 怕这几个不能让他说出他心底话啊 说着 凤九拿出一个果子 认真的看了看 成豫介绍道 这个果子 只要吃一个就会让服用者迷失自己 不管修为多高 都无法抵挡 当可持续的时间会因修为高低而不尽相同 所以 你给他吃了 就要赶紧问 看着那几个果子 凤九已经在想 文昌吃了果子后的情形了 看着成豫 凤九忧虑地问 吃了果子后 如果他不能恢复神志 那我该怎么办啊 知道凤九担心文昌 成豫说道 一般而言 一个失魂果可以让人瞌睡四个时辰 如果吃得太多 你酌情为他喝醒神汤吧 凤九点了点头 道 好 今晚我就给他尝一尝 成豫鼓励道 本来我是想要留下来同你一起问文昌的 但我怕如果我留下来 他会怀疑 所以这事还是要靠你独自完成了 凤九笑了笑 道 放心吧 等我好消息 临走前 成豫又交给凤九两个果子 说 这两个果子 是一般的果子 你收好 凤九将那两个果子收好 狐一的这成豫 问 这有什么用吗 成豫提醒道 文昌那么聪明 最好你吃这两个果子 然后再拿给他吃 凤九竖起自己的大拇指 佩服地道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这一切都交代清楚了 成豫便离开了 用过晚膳后 文昌就发现凤九一反常态 没有留在自己身旁 文昌想起自从自己从军营回来后 就发现凤九的神色就有别于往日 文昌不经胡疑 凤九这是怎么了 循着凤九的气息 文昌来到了膳房 从膳房的门缝里 文昌看见凤九竟然一边哼着曲子 一边用水洗果子 听着凤九欢快地歌唱 似乎心情很不错 文昌也不忍心打断他了 便在门外静静地看着 凤九手里的果子 是一种很寻常的石令果子 文昌之前也尝过 十分甘甜 尤其成熟的果子 口感更是爽甜 莫非凤九见自己这几日都在帮滚滚检查 战阵演练情况 特意给自己准备这果子 来犒劳自己 想到这里 文昌心中一阵激动 不禁想要推门进去 正当文昌想要推门 却发现两个果子单独放在一侧 如果凤九留下许多果子 倒不会引起文昌的注意 但为何只是留下两个果子 狐疑之际 文昌看到凤九将那两个果子用水冲了冲 又放在了果盘里 就在文昌迟疑要不要膳房的时候 凤九忽然转身向膳房门口走来 嘴角挂着一抹狡黠的笑意 文昌知道 这是凤九捉弄别人时最常露出的表情 凤九这是要捉弄谁呢 见凤九从膳房出来 文昌一闪身就隐匿了起来 看着果盘里的湿魂果 凤九心想 只要哄文昌吃下这果子 就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已经想起从前 有没有想起自己了 凤九已经等不及想要快些找到文昌 实施自己的大忌 从膳房出来之后 凤九禁止往书房走去 来到书房 凤九没有看到文昌 看着空空的书房 凤九不由地狐疑 往日这个时辰 文昌一般都是在书房 为何今日不在 正当凤九狐疑之际 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回头刹那 凤九看到一个奇长的身影 文昌正往自己走来 见到文昌后 想到等一下要哄他吃下这个湿魂果 凤九心里生出几分心虚 不由地愣了愣 见凤九从膳房出来后 竟然是往书房走去 文昌猜想他是想要把那果药给自己吃 因为知道有两个果子最后才放入果盘 文昌自然不怕凤九的把戏 更重要的是 文昌也想知道 凤九究竟为何要捉弄自己 见凤九正正地看着自己 文昌不禁心中暗笑 这样也能捉弄自己 文昌假装毫不知情 一边往凤九走去 一边笑着问 小白在寻文昌 听到文昌的声音后 凤九才回过神来 连忙点了点头 道 这几日文昌每日都去旅台查看阵法演练情况 很是辛苦 我特意让米谷去买了一些新鲜果子 给文昌接接客 话比 凤九看了看手里的果盘 道 我刚刚把这些果子都洗干净了 文昌快来尝一尝吧 说着 凤九将果盘放在书案上 又往文昌跟前推了推 明知道凤九特意端来这有问题的果子来寻自己 文昌当然知道 就算自己不吃 他都必定想方设法哄骗自己吃 看了那果盘一眼 文昌摇了摇头 道 小白的美意 文昌心灵 见文昌拒绝得这么干脆 凤九不禁怀疑 莫非文昌知道自己的计划 但细细回忆后 凤九觉得文昌不可能知道 辩论 为什么 文昌拿起一卷检测 回应道 方才用过晚膳 文昌此时还不饿 吃不下 就是因为刚刚用了晚膳 才要吃的果子 促进消化凤九一手 将文昌的手上的检测抽走 又从一旁拿了一个果子 塞到文昌的手里 补充道 这个果子熟透了 汁多甘甜 可好吃了 看着手里的果子 文昌知道这个果子肯定有问题 文昌笑了笑 道 此时文昌着实吃不下了说着 文昌将手里的果子放回果盘 靠近凤九的那一侧 见文昌差点搞混了 放在自己跟前的那两个果子 凤九假装整理果盘上的果子 道 这果子这么小 也就只能解渴说着 凤九又拿了一个果子 再次塞到文昌的手里 道 吃一个就跟喝一杯茶一样 虽然凤九一直都在劝自己吃果子 但文昌看得出他眼角于光不时 查看他跟前的两个果子 可见那两个果子就是最后才放入果盘的果子 文昌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果子 看着凤九 狐疑地问 这果子真的有小白说得那么好吃吗 见文昌似乎被自己说动了 凤九十分开心 不禁连连点头 道 当然了 这是我特意交代你古买最新鲜的果子 说着 凤九指着文昌手里的果子 介绍 你没看这果子都已经紫黑色 说明已经熟透了 最是甜美 文昌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手里的果子 又拿到鼻子前闻了闻 说道 这气味闻起来不错 见文昌将果子拿到嘴边 眼看就要吃了 凤九更加激动 笑道 这气味还不算什么 这果子的口感才是最出名的 文昌看着手里的果子一眼 道 看来 小白很喜欢吃这果子 凤九连忙笑着点了点头 说 对啊 我是很喜欢吃 想必文昌也喜欢这种果子 文昌将手里的果子放回果盘 看着凤九 道 既然小白这么喜欢吃这果子 那文昌就不吃了 这些都留给小白吃 说着 文昌将那果盘往凤九跟前推了推 凤九最担心就是文昌不吃这果子 如今见他竟然将果子推到自己跟前 凤九笑着解释 这果子是我特意让弥谷买给文昌捷克说着 凤九将文昌刚刚放下的那个果子塞到文昌的手里 劝道 文昌千万不要客气 看着一丝惊慌神色从凤九的眼眸一闪而过 文昌笑了笑 道 既如此 小白一番好意 文昌自不能辜负 凤九点了点头 笑道 对啊 文昌不要辜负我一番好意 快尝一尝吧 凤九一就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 文昌看了眼前的果盘一眼 道 但所谓 独月了不如重乐了 如此美食 不如小白也一起吃吧 文言 凤九不经心想 还是成欲聪明 提前给我准备了两个果子 见文昌想要给自己选果子 凤九笑了笑 道 文昌不必客气 我自己来即可 话比 凤九伸手毫不犹豫地拿起果盘中 自己跟前的两个果子中的一个 说道 我吃这个 见凤九毫无所觉地拿起了经自己转动一味了的果盘果子 文昌心中暗道 现在就等凤九吃下那果子了 小白手上的果子比起文昌手里的果子色泽更加深 想必比文昌手里的果子更加甜美 听得出文昌想要换自己的果子 想起成欲临走时的提醒 文昌并非一般人 凤九笑了笑 道 果子看上去都差不多 文昌多虑了 话比 凤九拿起果子就咬了一口 甜美的果子瞬间涌入了凤九的口里 口感果然如自己方才同文昌所描述一样的爽脆可口 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凤九又低头咬了一口 第二口的感觉比起方才更加明显的美味 看着文昌 凤九不惊道 哇 这果子真好吃 看着凤九害怕自己真的要和他交换果子 急于吃果子的样子 文昌忍惊不惊 文昌看着凤九咬了一口果子后 然后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果子 似乎十分享受 又有些担心这果子不知道吃多了会怎样 文昌正要阻止凤九 但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他又吃下第二口 见凤九吃了两口 似乎一切如常 而且听他说话似乎也没有什么 文昌还在狐疑 这果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到凤九吃了几口果子后 痴痴地看着自己笑道 这果子 是我特意讨来给你吃的 你还不吃 看着凤九那双迷离的眼眸 笑意带着呆萌 像是心智被蒙蔽了一样 文昌不禁担心 一边伸手拿起凤九的手为他看诊 一边笑着回应凤九道 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 凤九任由文昌拿起自己的手 一边拿着果子开怀地吃着 一边笑着说 当然记得啊 我是青秋白凤九啊 见凤九能说出自己的名字 且他的脉象虽然有些虚浮 但也不算异常 没有性命危险 文昌也就放心了 想起凤九方才说的话 文昌笑道 这果子 小白是从谁那里讨来给我食用 啊 凤九放下手里的果子 似乎没有听清楚一样 一脸茫然地看着文昌 见凤九似乎反应 比起往日也变得缓慢 文昌没办法 有耐心地问 这果子 是谁给小白的 凤九笑眯眯地看着文昌 说 这果子是成语给我的 话比 凤九将果盘推向文昌 道 这些都给你 文昌一边顺着凤九的意思 接过果盘 一边回想过去五千年 凤九的闺蜜 成语每次来青秋 不是唆使凤九叫人行刺自己查看自己的胸膛 就让凤九假装伤胃好 如今竟然给凤九这个果子 看着凤九 文昌像哄小孩一般哄他道 小白向成语讨这个果子给我吃 有何用 凤九眨了眨眼 笑道 因为你之前太怪了 所以我拿这个果子给你吃 看看你是怎么回事 看着凤九 文昌狐疑地问 我怪 凤九无意识地咬了一口果子 点了点头 道 你太怪了 回想之前发生的时 文昌不觉得自己的行为那里不对 看着凤九 文昌茫然地问 小白觉得我怎么怪法 看着文昌 凤九忽然落寞地垂下头 咬了两口果子 难难地道 那日你让我忘了从前的事 你还记得 见凤九这样忧伤 文昌知道他说起那日滚滚离开后 在狐狸洞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凤九醉酒时说出的话 文昌至今还印象深刻 看着如今神志不清的凤九 文昌觉得此时正是走入他内心世界的最好时机 嗯 我记得 凤九没有理会文昌的关切的眼神 反倒如同醉酒了一样 自顾自地说着 那日你早上明明对我那么冷漠 回想当日的情形 文昌不禁也觉得那日的自己过于冷漠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过于冷漠 或许凤九也不至于在桃林醉酒 看着还在吃着果子的凤九 文昌问道 因为我对你冷漠 所以你就在桃林喝醉了 凤九默然地摇了摇头 道 从前你对我也是那么冷淡 我都已经习惯了 说着 凤九又拿起一个果子咬了一口 见自己猜得不对 文昌又马上追问道 那你在桃林喝醉了 是因为那日早上我跟你说的那一番话 凤九吃完一个果子后 又拿了一个果子 看了看文昌 又将自己手里的果子递到他跟前 说 这个给你 文昌摇了摇头 又问 那日你为何喝醉了 见文昌不要自己手里的果子 凤九又拿到自己嘴边 低头咬了一口 缓缓递道 好甜啊 文昌又重复了方才的问题 那日你在桃林为何喝醉了 凤九狐疑地问 你说哲言生辰那日 文昌点了点头 道 对 就那日 小白你为何喝醉了 凤九咬了一口果子 想了一会儿 才回应道 那你不是让我忘了往事吗 由此 文昌知道凤九那晚喝醉酒 就是因为自己跟他说的那一番话 但文昌更清楚 东华帝君已经语化 不管凤九如何痛苦 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凤九不忘掉过去 如何接纳自己 文昌笑着试探凤九 道 那你忘了不就得了 凤九咬了一口果子 又痴痴地笑了笑 道 其实我早就想忘了 但我忘不了 凤九醉酒时说的那句话 文昌至今还记忆犹新 如今再次听到神志不清的凤九说起 虽然不想承认 但文昌知道东华帝君在凤九心里的地位有多重要 但据文昌所知 凤九同东华帝君不过在一起两百年左右 他们在这两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能让凤九几万年都不曾忘怀 想到这里 文昌不禁有点恼怒 但面对神志不清的凤九 文昌还是努力压了压心里的不悦 问道 居然忘了过去让你那么难受 你为何还要理会我的话 凤九咬了一口果子 抬头看着文昌 笑着道 不理会你的话 文昌点了点头 凤九摇了摇头 道 我怎么可能不理会你的话呢 文言 文昌不由地一愣 凤九难难地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何会忽然出现在逃灵 凤九怎么一下子跳到这里了呢 但凤九为何不知道自己为何去逃灵 自己同白真哲言不熟悉 苍蝇更加不认识 看着凤九 文昌道 我去逃灵 自然是因为我担心你 才去逃灵寻你 凤九放下手里的果子 看着文昌 问道 你担心我 来逃灵找我 文昌点了点头 回应道 凤九看着手里的果子 自言自语地说着 难道被承宇对了 见凤九毫无遮拦 文昌又追问 承宇跟你说什么了 凤九一脸甜蜜 开心地道 承宇说你对我动了心思 文昌一边回应哦 一边心中暗想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动心 凤九一边吃着果子 一边笑道 虽然我也希望你能对我心动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文昌不解地回应 哦 凤九将手里那个果子吃完后 看着文昌 道五千年了 你一直都是对我冷冰冰 如果心动 又怎么会这样 听凤九这话 文昌也狐疑 莫非自己这不是心动 看着凤九 文昌问 心动会是怎样 凤九没有理会文昌 反倒难难地道 你不可能心动 除非你想起了什么 看着达非所问的凤九 文昌又问 我想起了什么 凤九似乎在憧憬着什么 笑着回应道 想起你是东华和 那些只属于我俩的过往 阿兰若之梦 碧海苍林 见凤九还想细数 他同东华帝君的经历 文昌不由的心中欲沉 大墨地道 你看清楚 在你面前的是谁 看着文昌 凤九露出一个 欲常甜蜜的笑容 道 你是东华 我的夫君 文昌知道凤九 又将自己当东华帝君 心里更加不悦 冷冷地道 你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人 你是东华 你现在不承认 是因为你还没有想起从前 说着 凤九笑着伸出手 轻轻抚摸文昌的脸颊 觉得凤九似乎有点太过一场了 文昌别过头 陈生道 我送你回去 凤九随着文昌的脸 转到他跟前 笑道 你想起我了 对不对 不然 这段时间 你怎么怪怪的 始终无法狠心不理会凤九 文昌回头看着他 静静地看了他一会 发现他眼眸似乎流转了一些异样的光芒 下一刻 文昌就感受到自己的嘴唇被一种轻柔温润的感觉所覆盖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